从次游时换气容易喝水怎么样 很棒 怎么样 那怎么办呢 你就多练换气啊 我在自由入门第二版换气的教学视频 那个潜水区 是吧 里面一个手不是这边 一个手在后面 身体侧过来 转头换气 转头换气之后 我又教一个东西 叫做甩头换气 你们看见过 我脑袋刚刚动了吗 没看见吗 因为太快了 我又动了一下 怎么样 甩头换气 就是那么快 我又动了一下 又没看见吗 去练一下 看那个视频好不好 杨勇怎么知道 自己到池边了 一般来说我们洋游运动员都是需要计算 精确的计算好自己的速度 滑距 滑平 之间的关系 然后在游的时候 在脑子里面疯狂的计算 疯狂的预估 你知道吗 这个泳池 它是50米还是100米 此时此刻 有多少个人在游 造成的浪花 对我的速度有一个什么样的影响 我是在中间的涌道 还是在旁边的涌道 旁边用的涌道 这个浪花 打到池边上 反弹回来 又能对我造成多少影响 我的腿 尸体几次划一次手 我的手 划得好不好 好吧好吧 杨勇道池边呢 它有五米线 五米线 是可以看的 有兴趣的同学可以去搜一下 泳池 五米线 好吧 刚刚那些东西都是我编的 在学自由泳 为啥辅助养 打腿 打得更好 同学同学同学 注意到这有个同学说 他在练习自由泳 但是为什么觉得辅助性的养泳 打腿打得更好呢 从这个同学能够说出辅助性的养泳 这个话语来看 这位同学一看就是看过我养泳 不是 一看就是看过我自由泳入门教学视频 第二版的同学 讲解自由泳打腿的部分呢 我就加入了养泳腿和叠泳腿 标题是辅助性的养泳腿和辅助性的叠泳腿 为什么要加这个东西呢 我就知道 有一部分初学者他就是这样 通过自由泳腿 他找不到感觉 feel nothing 那怎么办呢 多方面的刺激 多样化 去撒大碗 去寻找感觉 寻找那个鞭腿的感觉 你为什么这样 有些人就是这样 为什么是右撇子 为什么有些人是左撇子 就是这样 不用去研究太深 好吧 至少你练这个养泳腿 还有点感觉 那是好的 有些人 自由泳腿 养泳腿 叠泳腿 都没感觉 那就是 是怀关节太硬 知道吧 在我那个 自由泳的门槛里面 就说了 怀关节太硬 是 不会有什么感觉的 只能去压 如果你对他 还有追求的话 那 压腿呢 是一时半会 压不好 那怎么办 买脚谱 去试一下 买那种短一点的 缠的是那种浅水的脚谱 那就太夸张了 有什么办法 加强协调性 上网去搜一下吧 怎么样练协调性 跳绳啊 玩方跑啊 那个 诶 协调性 我在那个自由入门 门槛里面 不是讲过几个练习吗 去练一下 前后摸脚啊 前后摸脚 大家知道吗 跟我一起来做一下 好不好 我不管 你们 你们起来跟我一起做 我才起来做 起来了好不好 起来了 OK 好 好 带着大家做一个 协调性练习的 那个练习 那个动作 其实在我的自由泳入门 第一版和第二版里面 我都有讲过这个东西 很简单 但是做起来就没那么简单 是吧 我这个电脑怎么 感觉它不够 nice 好 跟着我做一下 呃 我在电脑里面是反的 OK 所以接下来我做的是镜像 的指导动作 举起左手来 好吧 这是我的右手 但是在视频里面就是 你们看的就是左手 镜像 OK 左手摸右腿 在前面摸 右手摸左腿 跳起来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简不简单 你们有没有跳 摸脚踝 反正就是那一块呗 是吧 你只要碰到了 脚踝啊 脚掌啊 都可以 好吧 跳了吧 不协调 这就不协调吧 嘿嘿嘿嘿 这就不协调了 好 接下来是后面 是吧 也是交叉的摸了 就是 大家都明白吧 左手摸右脚 右手摸左脚 我看一下 对对对 对对对 好 后面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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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五 六 六 六 好 跳了没有 自由泳腿太快 停不下来 脚谱管用吗 不管用 自由泳太快 腿太快 停不下来 带着脚 带着呼吸管 去练一下 你不就是怕沉吗 对不对 摸不到 摸不到的同学要注意了哈 不是关节太硬就是太肥 你们以为这样就完了是吧 接下来哈 OK 四个 一 二 三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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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刚想起来 我有那个视频 为什么不直接放给你们看一下 我要自己跳 为什么 呃 累死我了 跳了乱七八糟就慢点跳 好吧 你妈说你在干嘛 你叫你妈一起来跳 知道吗 阿姨来一起跳 练练协调性 你妈会不会说 哎呦 这个小伙子长得还不错 哈哈哈哈 大家有事没事可以练一下这个嘛 也很减肥的 很累的 顺便练练协调性 多好 大家看 自由用 呃 协调 哇 ok 划到升纸 那好吧 一般 呃 这个 总是这样 稳定 我们以前练协调性 练了 这样 这个 协调性 就 也不要说太好吧 但是你不能 像是军训 就总是这样子 走路那种 那种就 可能要专门去练一下 我们以前练协调 怎么练了 这样子 是吧 我脑袋为什么要摇 你是不是这样 稳定 稳定 还不错 小伙子啊 前前后后 前前后后 好吧 一个基本的协调啊 后后前前后后 还不错 哈哈 那个 不明白自己孩子 在干嘛的 那个阿姨 啊 看见没有 跳起来 跳起来 好吧 跳一跳 年轻十岁 好吧 这个对蛙 有用吗 协调性吗 对什么都有用 好不好 你就练一练就行了 练从后面碰 摔了 那这位同学 你就先别跳起来 你先 碰一下 试试看 好不好 你先别跳起来 摔了 嗯 以后 直播的时候 进行这些活动 我会谨慎的 好吧 我会谨慎的 你妈妈说 一看你就很健康 谢谢 谢谢